《环球时报》的社评 真的用了一个可能一看下去 不太明白说什么的 就是美国活成了他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当然中方的反应都可以预计 而这个简称芯片法案 其实它整个名字叫做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 当中是有两个主题 一是芯片一是科学 即是芯片是连续到未来有关科学竞赛 科学竞赛 《环球时报》很厉害 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 点出两个重点芯片与科学 这也是中国在未来科技上发展的重点 就是因为所有科学似乎离不开芯片 无论你在陆地行的车 飞上去太空的火箭 都是需要芯片的 芯片在全球生产来说 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也都是中国在很多的范畴上 基本上它的研发的水平 已经去到这个国际水平 唯独在这个晶片 就是台湾液晶片 内地液芯片 这些方面是有一个落后 现在落后也只是台湾最强的生产产品 所以台湾今天供应链 被受重视 甚至台海危机 引发到全球关注 如果一旦方面台湾的现状有改变 会否已经到全球晶片的供应问题 不妨简单介绍一下 究竟美国通过晶片法案的内容是怎样 其实法案是将美国的半导体研究和生产 提供520几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即是说政府有补贴 当然私人投资也有自己的私人资金 即是说这个数码不小 这个数码是相当庞大 本来美国的晶片的发展 已经在全球算是一个领先的地位 再给那么多钱下去 即是说它走得更加快 相对中国来说 中国晶片很多人都说 是距离最尖端是相隔了四五代 它再走快两步 你追不追得及呢 不止 法案另外授权撥款是2000亿美元 出众美国未来十年 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方面的创新研究 同时还有很多条款 是很明确限制有关的晶片业 企业不可以在中国有投资活动 以及有经贸 即是说我除了发展自己 我还限制你 所以美国的此举真是一石而了 而美国采取策略也是过去 美国很少去采用的 所以美国媒体都用很多个罪去形容 说这个晶片法案千多页 就是我们都看都不懂得看 它说这是美国有史来 影响最重大最深远的法案之一 刚才我都讲到 美国差不多用国家体制去谷晶片业 这方面的举措也是过去 美国批评中国 最严重的地方 很多是政府补贴你 于是市场上你未有优势 所以就要打破了你这样的游戏规则 是的 最最最当然了 一定是最针对的就是你了 那为什么那条标题说 美国户城他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呢 其实过去美国对产业的政策 是很开放的 亦都是自由市场 资本没有补贴 而过去美国也批评过中国 在很多工业生产上面 都是有补贴 令到加强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现在你反过来 你美国自己都这样做了 所以说到环球的尖端科技 一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环节 一方面你去到很多的国防 国力来说 亦都是很决定性 所以环球时本都提到 除了这个晶片犯案之外 美国之前也都是今次 潑日西访台一个很重要的议程 就说到这个晶片的四方联盟 如果联盟是成型之后 其实很大程度 不单是经济上的竞争 科学上的竞争 而是国力上的竞争 你看看那个时间配合到妙到豪颠 在四方联盟正式开会之前 美国本身已经通过了这个晶片法案 即是说美国夹着强大的实力 来叫澳洲、韩国、台湾、日本 你看看我自己已经扔了这么多钱 在产业上 不是叫你也扔多钱 而是你就跟着我美国的风向 特别是南韩现在左摇右摆 所以唯一台湾能跟 日本也照跟 四个人打得很轻 南韩就举牌未定 因为牌押到美国那里 很明显跟北京有些对着干 尹锡也不敢得罪北京 因此他希望两面都讨好 一看南韩究竟牌怎样打法 可否两面都赢呢 这个就很高张才行 我在电视新闻片看到南韩外长 朴振在山东和王毅吃的那顿饭 好像炎笑硬硬 但南韩出来的声明仍然是 我觉得很世界仔很圆滑 也没有给中国一个诺言 那样东西都不能说实 这个现在最聪明的方法 就是很多人不要说死它 所以它模糊化了 世事就万变了 好了 说完环球时报 对这个晶片范的回应 当然又要看回台湾联合报 如何就着最新的两岸危机 是有些分析的 联合报的社论说 一个恶性的螺旋正在生成 螺旋生成就不停地转 即是说联合报是一份蓝营的报纸 当然整个社论的意思就是 一追错来台湾 被佩洛西来 就搞到现在台海的形势 多么紧张 结果那条中线没有了 即是没有了 容易令到国共两军 是越来越逼近 擦枪走火的机率 就提高了很多 整个演练 包括六个禁航区 三处直接滑入了台湾的领海 当然这些行为 都是相当粗暴的 当然台湾方面也很克制 这个有报道说是美国 喂 弟弟不要乱动 静观其变 所以台湾就是很克制 但是今次整个行动 就是很清楚 是将台湾内地化了 这个呢 正如是外交部 汪文斌等等都说 都是这样说 喂 在我自己领土 我自己演习 很平常事 合乎国际化 这个已经将台湾内地化了 是的 美国又怎样呢 联合报的看法就是 美国其实 你猜它是什么 虚张了西洋之外 它有避忌 要不然佩洛西乘坐的军机 就不会绕一大圈 才去到台湾 也不断传召一下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江 但是没有具体的行动 证明呢 事先是否已经谈好了 那我们要摆个姿态出来 但是没有进一步 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演 但是《约翼宇》 都是比较一下 双方特别的海军 这次中方出了很多的艦艇 它说呢 中方三十年来的军费升了三十九倍 你看看解放空间出动的艦艇 全部呢 都是二十年以下的船艇 但是你看看呢 台湾方面的艦艇 是经过九六年台海危机的老艦 即是我们这些 又老又残又小 无论从质和量一比之下 你就完全比下去了 还有你不断又出去监察它 其实都虚耗了很多的费用 是的 所以我那次都说了 解放军放那段片出来 就拍了解放军的妄言 看着很近的那首台湾战艦 又山寿又成 那个形象呢 输了 那这个都可以 那台湾人心目中都看到这些图画了 那联合部都说到 它说 布洛西走了 那你跟着呢 就是共军又来 你跟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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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高峰期呢 你就远离了台湾 可想而知呢 北京和这个华府之间呢 可能真的有一个默契 美国就不会推卸兵力 就避免制造更多的紧张的 是的 那同时呢 联合部呢 也都看回呢 就说 中共的军力呢 以非不下眼目了 现在呢 仍是呢 晋升到它自应呢 是一个区域的强权 那 喂 跟美国打交道呢 根本不需要遷就你美国 所以这个这样的恶性的螺旋呢 就是继续呢 是在转的 也都看不到呢 可以翻转头 总有报道说呢 国民党呢 有个副主席就去 去 去 内地访问一下 但是这个已经 国民党的角色呢 但是知道都 可有可无呢 不可能呢 有任何的寸进的了 是的 一个党有没有牙力呢 是要看一下 你在那个地方 那个政治实力 政治实力呢 是在席位上面呢 是彰显出来的 就好像香港的民主党 公民党 在议会没有任何席位的时候呢 现在 你有没有人问他们呢 他有没有 政府听你们说呢 说咨询 何时咨询过民主党呢 正如 国民党在台湾 真是 江河日下 这就是一个 好好现实的情况 那当然 可能西方媒体比较惊讶 为什么台湾人 这么定的呢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年来 那种处变不惊 已经成为了一种 很惯性的反应 但是今次这个危机 就比过去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 其实是严重得多的了 是的 严重这么多都不管 可知道台湾可能 不知道是 狼来了得来 已经是麻木了 还是豁出去呢 当然 《联合报》到最后 其实都 其实都没有什么可以做 你看见 就是两岸那个 其实很悬殊 那个质量 唯一你想台湾继续去生存 当然要强化自己的实力 强化实力 不是说你强化强化 其实很重要 跟对手有足够的交往 就是 不要断了这个 对话之门 但是今次北京 把这个姿态 你看见 美国我都不理了 美国可能都想 都有一些 在当中去挖船一下 反而佩洛西反倒 美国 他都有些说话 但那些都是很 很轻描淡舍的 没有什么 很具影响力的 很具体的说明 都是说回此人的目的 要支持台湾等等 佩洛西最新接受美国的电视网络访问 都是批评中国大惊小怪 小题大做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即订购支持